一人张志玲与薛佳艳10月31日一起出席电台活动 两人在电影《十月初五》的月光中饰演杨母和杨子 母子同场趁机合唱主题曲为电影造势 其实以张志玲的号召力不用卖力宣传 粉丝们也会掏腰包买票支持 而张志玲早前为香港一家杂志拍了一个访问视频 点击率过百万 平均七名香港人当中就有一名看过那个视频 张志玲果然是一名人气王 哇 怎么好惊喜哦 昨天我的公司告诉我 我帮一个杂志做了一个访问 然后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访问都会变成一个视频吗 然后那个视频非常地受欢迎 听说三天已经过了一百万 那公司大家都很惊讶为什么那么厉害 那我想可能我真的很有钱吃做一个DJ 然后在电台跟大家聊天 可能大家很喜欢听我聊天吧 虽然张志玲的外号是酷模 但实际上他一点都不酷 而且非常有亲和力 所以才这么受朋友欢迎 他们还会跟张志玲分享秘密呢 对啊 我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 也是一个很好的那个熟秘秘的人 我应该是一个可以很值得交的朋友吧 对 我应该都是跟袁友一样 有什么事都跟他分享啊 然后对啊 聊天 夜思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 谢谢大家